那很多的醋骨用肥料它不会用 它用一些底肥动不动就烧根了 今天给大家说一说 什么叫底肥 怎么样用底肥比较好 如何避免烧根 什么叫底肥呢 其实底肥就像咱们人上小学是一样 明白了吗 你比方说有的这种孩子 在我们那个年代 可能在这个 我是90后 在我们那个年代也有小学辍学的 因为在小学的时候没有正确的引导 没有启蒙 它就辍学了 植物也是 它在小学的时候 你像这种 这种时期呢 可以说是它的婴幼儿时期 马上就要上幼儿园了 马上上幼儿园了怎么办 我们会适当的来一丢丢的底肥 你看到了吗 很少啊 量很少 基本上你能看到的就十几个粒 不要太多 好家伙呢 你才上一年级 你一天给它布置这么厚的作业 它能写完吗 它写不完 植物也是一样 你像这么大的 它长得这么大了 就相当于人的一个壮年了 那你多用一些肥料就没事了 什么底肥追肥都可以加 肥料是浮强 不服作 有时候咱们话友们就四处其反 反正你又记住一句话 薄肥勤思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跟人吃饭一样 少吃多餐 少吃一点 没事你 咱就说你一天放一个粒呢 是吧 你一个星期放上三个粒 你这样 你慢慢地你看着来 感觉差不多 能达到一个点就行了 反正肥料的玩意少用 嘴没错 因为话说我用底肥 要是根不上怎么办 这个时期就来追肥了 就是你们那种素效肥 对水的营养液 还有那种复合肥 但是也要少用 那如何避免烧根呢 其实很多的话友 他在上底肥的时候 烧根 他不是说因为 肥料用的太多了 而是因为你这个水量 没把控好 你浇水的时候 你像我们这个 看到没 现在就水蛮大的 对不对 而我们你看 整体是排水透气的 通风很好 就是你多浇点水 它没有事 你看 看到没 它是没有事的 因为它很透气 整体来说 所以说基本上你们只要是少用点肥料 很难出现烧根 你尽量的用缓射肥 有些话说缓射肥我不知道什么好 像老花艺也有销售一些缓射肥 像会玩的奔马迪斯系列 那么这就是底肥了 其实就是一个基础工作 你像我们大棚里面一般 撒到表面或者是半土 或者是怎么着都行 就是注意量 比较太多了 你像这个也是用了一二十个粒 多了没有 不要多 够用就行 不够怎么办 不够追肥 明白了吗 底肥就这么一个工作了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觉得不错了 记得点个关注 我是老花艺 养花最仁义 白了抽包 嗨 嘿嘿 嘿嘿